澳大利亚前国家公民理事会主席 皮特·韦斯特摩表示 过去十多年 中共活摘人体器官 尤其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进行移植 他敦促澳洲政府公开讨论这一话题 向中共施压 禁止公民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 目前澳大利亚政府考虑 通过类似马格尼茨基法案 追究迫害人责任 韦斯特摩指出 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方面 澳洲政府还应该公开谴责中共 向其施压 他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就是支持所有被中共迫害的中国民众 他建议澳洲民众给媒体和议员写信 敦促他们采取行动 尽快制止这场迫害 韦斯特摩还呼吁澳大利亚外长 总理采取更多行动 支持法轮功学员 新唐人澳大利亚墨尔本记者站报道